袁天也想起 林小竹并没有答应他什么 起言不由地矮了下来 柔声道 小竹 在河中间的时候 我明明感觉到你是喜欢我的 对不对 林小竹转过脸去 避开他火热的目光 看着远处在月光下 如黑影一般的树影 道 感情的是 我想在京城的时候 我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 是啊 那时候我问你 如果我这一辈子只娶你一个 你当如何 当时你说你不知道 那么 我现在告诉你 我决定了 我这一辈子只娶你一个人 再也不会有别的女人 你是不是可以告诉我 你的决定了呢 林小竹看着他 嘲讽地笑了一笑 道 持娶我一个 那么余姑娘呢 又是怎么一回事 你不是说 她是你的未婚妻吗 再说 在太后看来 能给我一个侧妃的氛围 便已是莫大的恩赐了 更何况是正妃 更何况只娶我一个 那可能吗 袁天也想起 还没有给他解释自己的事情 声音缓和了下来 温声道 母亲给我安排的亲事 我是犹豫过 我是想过要顺从母亲的意愿 娶你之外 再娶两名 他们给我指定的女人 因为我的父亲 我的兄长 想要用庞大的妻族性命 来要挟我 压制我 娶了那两个女人 他们就对我放心了 而且 因为你跟血缘圣上有关系 他们担心我 会顺着你这条线 得到血缘圣上的帮助 所以一直想借别人的手 除掉你 除不掉 也不愿意我娶你 李小竹不知道 袁天也的婚事 还有这么多的隐情 他抬眼看着袁天也 道 你的情况很令人同情 但是我不会把自己陷入到其中去的 我曾跟你说过 我这一辈子 希望找一个我喜欢的 而又喜欢我的人 两相厮守 平平淡淡地过日子 所以 我们并不适合 袁天也紧握了他的手 沉声道 你听我把话说完 林小竹闭上了嘴 可后来 你离开了京城 我才发现 我离不开你 那院子里 到处都有你的身影 老王做的菜 永远不是我想要的味道 我到了你住的院子 看着那空荡荡的院子 看到床上放着的那日 里进宫时穿的衣室 我的心像是被人挽了一块似的 空荡荡的 没找没落的 我忽然发现 我的顺从是多么的可笑 为了那并不把我放在心里的父母兄长 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你 从我的手上溜掉 亲手毁掉自己的幸福 所以在你离开的那天晚上 我就告诉了母亲 我不可能按照她的安排成亲 我要娶你 我第二天就来追赶你了 至于于玉 那不过是她父亲舍不得放弃 这唯一的攀龙富凤的好机会 强迫她的女儿追过来的 希望能在路上发生点什么 让我不得不娶她为妻 说她是我的未婚妻 只不过是看你不理我 说得气话而已 说完她手上一用力 便把林小竹又拉进了怀里 紧紧地搂住她 在她耳边轻唤道 小竹 我喜欢你 我答应你 这一辈子只有你一个 你别再拒绝我了 好吗 袁天野的这番话 像是一阵狂风 瞬间吹乱了林小竹的心 让她的心壶翻起了滔天大浪 在沈元她偷惠沈子意 她担心她的安危 四处相寻 知道她被派进了端王府 她狂奔千里 独闯虎穴 告诉她 她一定会保护她 政变之际 她明知道沈子意 是个英俊的男人 两人之间 或许会发生感情 却仍是把她的安危 放到了第一位 将她托付给了沈子意 在河中 找寻不到她的身影 她担心她不测 她的叫喊之声 死心裂肺 这些情景 不知怎么的 竟然如同放电影一般 自动一幕幕地 浮现在她的脑海里 将她最后 剩余的一点理智 积得粉碎 面前的这个男人 睿智 果爵 能文能武 优秀到近乎完美 就是这样一个男人 对她一往勤深 许诺给她一生一世 一双人 她又有什么理由拒绝呢 推开她 她却哪里在寻找 这样一份沉甸甸 又没有带有任何功利的感情 她慢慢伸出手 还住了袁天野的腰 感觉到林小珠的回应 袁天野欣喜若狂 她用力地收紧了 有力的双臂 似乎想要把她 镶嵌到她的心里去 然而 这样却又感觉不够 她抬起她的头 轻轻地吻上了她的唇 不要 林小珠一转头 避开了她的唇 然后推开她 展直了身体 怎么了 这又是怎么了 袁天野快要抓狂了 林小珠盯着她的眼 你哪学会的这种招数 自大她十五岁 她就认识了她 她身边除了袁石 就没有出现任何的女人 即使是京城的袁府里面 她跟她的贴身丫鬟听语 似乎也不是那种关系 否则也不会因为一个小小的过失 就那样毫不留情地惩罚她 那么 她何以知道男女之间的这种情势 还动不动地就吻上来 相当地不纯洁 这可不是后世 有电视电影 甚至岛国出产的小电影的影响 热恋男女之间 发生肢体接触是很正常 可这是古代 男女大房极为讲究的古代 呀得 这家伙如此地不纯洁 不会是逛过妓院吧 我 袁天野一下红了脸 林小竹的脸色沉了下来 转身就走 她虽然没有处男情节 规定自己必须是丈夫的第一个女人 但是如果袁天野真的有别的女人 或是逛妓院的 那么她就是个问题的男人 这种男人 趁着还没有身陷 还是远离得好 小竹 一见林小竹竟然一言不发地转身就走 袁天野一把抓住了她的胳膊 林小竹也不挣扎 只是看着抓她胳膊上的手 再看着袁天野 那表情再明白不过 就是让她放手 然后再看着她的胳膊 然后再看着她的胳膊 然后再看着她的胳膊